第三個瓦豆魯迪跟第三個任務 登陸寶島很相關 當你變成這樣子的升降梯之後 先不要往前過關 可以從這邊 這個 這個地方 游到柵欄外面 就會完成第三個登陸寶島任務 除了可以完成第三個登陸寶島任務以外 你還會在島上找到第三個瓦豆魯迪 大家好 歡迎大家點擊這個影片 跟我一起來玩新支卡比 探索發現 在混泥土群島這個關卡裡面 有四個任務要解 第一個任務是要拯救瓦豆魯迪 第二個任務是向三隻海鳥打招呼 第三個任務是登陸寶島 第四個任務是挖掘出 M番茄 那有四個瓦豆魯迪要拯救 第一個瓦豆魯迪在破關的過程中 這邊 你收集五個星星碎片 就可以看到第一個瓦豆魯迪 第二個瓦豆魯迪 也是在破關的過程當中 收集另外五個星星碎片 就可以看到第二個瓦豆魯迪 第三個瓦豆魯迪跟第三個任務 登陸寶島很相關 當你變成這樣子的升降梯之後 先不要往前過關 先不要往前過關 可以從這邊 這個這個地方 游到柵欄外面 就會完成第三個登陸寶島任務 除了可以完成第三個登陸寶島任務以外 你還會在島上找到第三個瓦豆魯迪 第四個瓦豆魯迪 最後一個場景 在這邊鑽地 你會發現一顆大星星 吸入這個水管 變成水管滾下去 打壞牆壁以後 這邊 就有第四個瓦豆魯迪 那像三隻海鳥打招呼籽的任務的話 第一隻海鳥在剛進入關卡的時候 就會碰到第一隻海鳥 這裡 第二隻海鳥的話 在碰到第一隻海鳥的同一個場景 往後面走 這邊 就有第二個海鳥 第三隻海鳥 也是在同一個場景 一直走到最後 走到像這個地方 就有第三隻海鳥 挖掘出M番茄這個任務的話 在最後快要過關 有大砲這個場景這邊 這裡 鑽地 就可以挖掘出M番茄 除了四個任務以外 還有這邊 圓形的地方 可以挖到扭蛋 還有這邊右邊 也有一顆扭蛋 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感謝大家收看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歡迎大家訂閱我的頻道 我來做更多更多 跟心思卡比 探索發現相關的影片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 掰掰 記錄